本期为你解读的是德语文学的一座奇峰 小说《荒原狼》 《荒原狼》是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赛 出版于1927年的著名代表作 迄今已经被翻译成60多种文字 小说由三部分文本组成 它们各自的视角和出发点不同 却有相互交织 讲述了一个叫做哈里·哈勒尔 又称《荒原狼》的人的离奇际遇 说《荒原狼》是奇峰 是因为这是一部无法单纯通过情节去解读的作品 因为小说的结构虽然相对清晰 但是情节却不多 而且作者在叙事的过程当中 掺杂了大量的解释、议论和情绪的书法 导致读者很难再根据情节 进一步去分析和阐释 整部小说渗透着 由新旧时代价值观交替 和精英文化没落引发的焦虑感 并试图为时代的病症下一个诊断 谋求用艺术的方式来寻求某种救赎和自我安抚的途径 在《荒原狼》这本书里 黑赛投入了大量自己的情绪 甚至连《荒原狼》的原名 哈里·哈勒尔的首字母缩写 都跟赫尔曼·黑赛是一样的 所以啊 要想理解这本书 黑赛本人的经历是绕不过去的 1877年 黑赛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一个小镇 他来自一个传统的传教士家庭 13岁的时候就宣布自己只想当个诗人 这与父母对他的期望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15岁时 黑赛忍受不了神学院的教育 中途辍学 几经波折最终实现了以写作为生的目标 然而除了职业上的成功 他的生活始终不尽如人意 他不善于跟别人交往 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他也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开始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 他的父母都已经去世 个人家庭也两度破裂 在动荡的家庭生活之外 时代的巨变也对黑赛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战时期 在看到战争给普通人造成的巨大伤害之后 黑赛挺身而出 表明自己反战的立场 1918年 当一战进入到尾声时 德国国内爆发革命 革命后新成立的魏马共和国 社会动乱物价飞涨 民不聊生 1924年 黑赛对国内的一切完全失望 他放弃了德国国籍 加入瑞士籍 因为自己的反战言论和乔居瑞士的做法 黑赛遭到了德国媒体的猛烈攻击 从前的读者也纷纷指责他是叛国者 同一时期 黑赛开始参加化妆舞会 而他的家庭背景 让他一边寻欢作乐 一边背负着某种罪恶感 他创作上的高峰 又总是伴随着情绪上的低谷 迫使他不断忍受着 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从另一个角度看 《荒原狼》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 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代表的 心理分析学派的发展过程 从精神分裂和人格的多面性 去探索主人公的内心挣扎和矛盾 当然 主人公的故事与现代文学和影视作品当中的 多重人格是不同的 黑赛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当中传统的二元对立主题 推向了新的高度 那么本书的主人公到底能不能够克服自身的内在冲突 成为一个完满的歌底呢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走进这部作品 小说的第一部分是一篇很短的出版者序 顾名思义啊 就是这本书的出版人对小说的来源做了一点说明 这种叙事手法呢 在小说发展的初期很常见 我们在解读鲁宾孙漂流记的时候就提到啊 这种出版者序的主要作用 是为了给接下来虚构的情节增加一点真实的背景依托 勾起读者的兴趣 到了《荒原狼》这里 出版者序的功能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先从外部观察者的视角 给读者勾画了一幅《荒原狼》的肖像 同时赋予了小说一重历史性的时空感 出版者序的这位匿名叙述者出身中产阶层 他住在姑妈的大房子里 生活很有规律 日常打卡上下班 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一副好市民的做派 有天姑妈家来了一位新房客 这个人年近五十 待人客气 看样子是个高级知识分子 但他身边的氛围 总让叙述者我 觉得不大舒服 电三倒四的作息 也让我很看不惯 这个人叫做哈里哈勒尔 自称《荒原狼》 要求房东对警察局 保密自己入住的情况 在与他短暂的交往当中 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有次 我在上楼途中遇到了荒原狼坐在楼梯拐角处 着迷地看着二楼寡妇门前收拾的干净整洁的过道空间 对此 他的解释是 那里地板辣的香味 松洁油的鱼味 红木的香味和冲洗过的树叶味混杂在一起 散发出一种香味 而这种属于小康人家的味道 和他的原生家庭非常相似 虽然他自认为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但这一切还是会让他心里感到很快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逐渐意识到 这个人是一个受苦的天才 他看穿了眼下时代的弊病和人性的缺陷 又不想与环境同流合污 因此饱受痛苦和孤独的折磨 过了不久 荒原狼突然不辞而别 只留下一份神秘的手稿 并指明给我全权处理 这份手稿的内容既有病态和暴力的一面 也有相当深刻的思想内容 而且金句频出 读完以后 我理解了荒原狼的痛苦 理解了他是那种正处于两种时代交替时期的人 他们失去了安全感 不再感到清白无辜 他们的命运就是怀疑人生 把人生是否还有意义这个问题 作为个人的痛苦和结束加以体验 而我之所以想出版这份文稿 是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录 荒原狼心灵上的疾病并不是个别人的怪病 而是时代本身的弊病 而且它总是一种尝试 一种企图不用回避和美化的方法去克服时代顾及 而是把这种疾病作为描写对象的尝试 小说的第二部分 哈里哈勒尔自传 让我们得以走进这个荒原狼的内心世界 透过他自己的讲述 读者会发现 这个人一方面渴望诚实生活 那另一方面呢 又无法压抑自己内心的野性本能 他质疑世俗生活 一味追求享乐 也看不起大部分的知识分子 认为他们的生活都是愚蠢 浅薄空虚的 因此自称是一个疯子 狂人 是只荒原狼 一天 他在街头游荡的时候 在一面墙上看到了模具院几个字 墙上还指明专为狂人而设 哈里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想方设法地要进去 但他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就找到入口 倒是从一个神秘人手里得到一本小册子 回家翻开一看 竟然是一篇论述荒原狼本质和特性的文章 文章首先指出 这个哈里 这个荒原狼 他的体内存在两种本性 人性和兽性 很多艺术家都属于这样的群体 因为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本能 导致他们的生活成了割裂的痛苦的存在 无法从世俗定义的幸福当中得到满足 于是 这些荒原狼们往往有轻生的念头 甚至把自我了断当成忍受尘世生活的 唯一前提条件 接着 文章又很长的篇幅论述了 荒原狼和市民社会的关系 像哈里这样的个体 虽然出生于典型的小市民家庭 也习惯了做这种人家的房客 但他对市民精神的忠庸 懦弱和逃避 却是不赞成的态度 这种矛盾的心理 成了他痛苦的根源之一 不过 文章又说 要是他能够发掘到幽默的力量 或许还能从凡人和圣贤的对立王国里 找到一条出路 最后 文章认为 哈里把自己分裂成狼和人 欲望和精神的二分法 过于简单化了 事实上 他的生活不是只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 而是在千百个不同的极之间摆动 在他的身上 有无数个灵魂共存者 只有克服了这种不正确的自我认知 让身上的不同特性和平共处 他才能躋身不朽者的行列 实现自我救赎 小说的叙事在小册子这里突然中断 转而从一个全知者的视角 去分析哈里哈勒尔这个人 小册子的内容 与哈里之后的字数高度契合 可以看作嵌套在这一部分里的内文本 尽管叙事口吻 冷静客观 但他的存在却模糊了小说中 现实与梦境之间的界限 从心理分析的视角 引领读者进入了一个精神的世界 黑赛对梦境的力量 一直是十分着迷的 二十岁的时候 黑赛还在书典当学徒 那时他就开始记录自己的梦境了 并一再将这些片段 融入自己早期的创作当中 期待自己进入一个梦的王国 从日常生活的风暴和阴霾当中 逃避出去 躲进夜的梦境 可爱的孤独 一九一六年起 黑赛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治疗 但让他感兴趣的并不是那些深奥的心理学术语 而是把心理分析 当成帮助自己探索梦境的手段 一九二一年之后 黑赛又转到心理学家荣格那里接受治疗 他的写作中也相应开始触及原型 人格等方面的内容 在黑赛的领域里 梦境是理解自己与现实和解 让自我成长的领域 也是一种现实当中无法实现的释放 理解了这一点 对我们更好的理解之后的内容很有帮助 读完小册子 哈里决心按照其中提到的 以五十岁为界限自我解脱 这稍稍增加了他对生活的耐手力 但更让他挂心的 还是那个神秘的魔剧院 第二天 他又回到广场 寻找那个给他小册子的人 偶然碰上了一位认识的教授 教授邀请哈里去家里做客 但是哈里忍受不了这位好市民家里的氛围 看什么都不顺眼 闲聊的过程当中 他又发现这位教授是一个热心的爱国者 把哈勒尔在报纸上发表反战言论的文章 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却不知那个哈勒尔 就是坐在眼前的老朋友 哈里哈勒尔 哈里终于坚持不下去 中途跑了出来 宣告自己 向讲道德的世界 向有学识的世界 向市民世界告别 他在路上失魂落魄地游荡 盘算着一到家就自杀 却又下不了决心 不断拖延着回家的时刻 直到深夜闯进了一个陌生的酒馆 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叫做赫尔米娜的年轻姑娘 听了她的一番开导 觉得心里好过了一点 在等待她去跳舞的时候 哈里坐在小酒馆里打了个盹 梦见了她一直崇拜的哥德 梦中还跟哥德吵了一架 醒来 渐渐把寻死的念头抛到脑后了 几天之后 两人相约一起去吃晚饭 席间哈里发现 在这个赫尔米娜的身上 有时会出现雌雄同体的特质 短暂地变成哈里童年时代 一个叫赫尔曼的朋友的形象 对此 赫尔米娜的解释是 自己就是哈里的一面镜子 在自己身上存在某种东西 能够理解哈里 补足哈里身上欠缺的部分 所以 哈里才会一见面 就对自己产生信任感 并且言听计从 但是赫尔米娜又宣布 哈里终究要杀死自己 这是她必须完成的任务 不过 暂时还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眼下首先要做的 是让哈里跟自己学跳舞 赫尔米娜让她买了一台留声机 放进自己的工作室 严格地训练她上舞蹈课 他们一起参加舞会 赫尔米娜介绍哈里 认识了一名萨克斯演奏者 帕伯罗 还给她送去一个情人 以三星期之后的化妆舞会为戒 哈里开始学习享乐 并意识到 除了她向往的崇高的美 还有另外一种世俗生活的美 更重要的是 留声机里的舞曲 虽然打破了她树斋里的宁静 却也冲破了她过去的小世界 让她开始意识到 小册子里提到的 人有上千个灵魂的说法 是正确的 除了她人格当中原有的部分 现在每天都会有新的品性 被挖掘出来 把原来占主导地位的 哈勒尔先生的自尊心 打得七零八落 哈里不得不承认 过去的自己一直在自欺欺人 虽然嘴上炫扬理性和人性 骨子里还是个渴望 舒适生活的有产者 说到底啊 自己不过是在假装情高 最终的目的不再拯救世人 只是为了让自己好过 这个老哈里和不断出现的新哈里 有时相互激烈争吵 有时呢又和睦相处 虽然哈里被搅得快要崩溃了 却也为他打开了爱情和生活中新的可能性 带给他一种短暂的幸福感 通宵舞会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哈里意外又得到了前往魔剧院的邀请函 他抱着期待狂欢了整整一夜 终于舞会散场了 刚才还在吹萨克斯的帕波罗摇身一变 成了哈里的引路人 帕波罗把哈里领进一个剧院 走廊两边通向无数扇紧闭的包厢门 帕波罗警告哈里 进入魔剧院之后 必须要摆脱所谓的人格 放下过去的自我 否则这样走马光花地跑一遍 对哈里是一点用也没有的 帕波罗拿出一面小镜子 让哈里看到了自己内部的那只荒原狼 并且向他宣布 哈里渴望的完美世界 其实就在他的心里 接着 帕波罗用手里的小镜子教会哈里怎样笑 指点他去探索门后面的奥秘 哈里在墙上一面更大的镜子里 看到了无数个自己的碎片 往不同的门里跑去 他发现每扇门上都贴着极具诱惑力的牌子 推开一扇门就能走进一个全新的幻想世界 他先是和中学时期的朋友一起 消灭了世界上所有的汽车 在人物结构指导的房间里 学习玩一种名为生活的游戏 接着观看了一场人和狼互换身份的训练 又重温了生命中的每一段爱情 重新学习爱人的能力 最后他看到了怎样由爱去杀人 他记起了赫尔米娜的预言 推门进去 看到的却是自己一直崇拜的莫扎特 莫扎特给他看了一些伟大音乐家被拉下神坛的下场 并且宣布哈里的文章都是毫无意义的剽窃之作 哈里怒气冲冲地跑了出来 找到最后一扇门 看到赫尔米娜和帕布罗躺在一起沉睡着 他突然怒火中烧 捅死了赫尔米娜 死亡的寒冷从他的尸体上散发出来 化作优美的音乐 正当哈里以为自己要接近永恒时 莫扎特又出现了 带着广播中播放的音乐来到他面前 这种音乐的质量糟糕透了 哈里十分绝望 恳求莫扎特不要用机器来摧毁艺术 莫扎特却说 他杀死赫尔米娜的做法 与收音机对音乐美感的破坏 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嘲讽他试图以死谢罪是在逃避 宣判他的惩罚就是终生不死 还要被模具院里的人取笑 不仅如此 他还要学会听收音机里的音乐 学会区别对待这种音乐中高尚和可笑的部分 正当哈里想要拒绝的时候 莫扎特突然变回了帕波罗的样子 并向他保证 终有一天 哈里能够学会扮演自己的角色 玩好这场人生的游戏 并且学会笑 走完模具院这一遭 就像是坐了一趟过山车 也难怪 其中如梦似幻半真半假的超凡体验 会让六十年代的西皮士们产生强烈功名 要知道 小说曾经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受到西皮士一带的疯狂坠 黑散一度被奉为亚文化群体的精神偶像 遗憾的是 他们多半只看到了小说情节迷幻的一面 却忽略了这些象征符号背后的事意 在之前的分析当中 我们提到了小说和心理分析学说之间的联系 镜子则成了勾连起两者的通道 除了模具院里投射出哈里内心各个侧面的大量镜面以外 赫尔米娜这个角色也是哈里的镜像 不断唤醒他在成长过程中潜意识里被压抑的一面 也推动着他精神上的转向 帕波罗则扮演着引路人的角色 当他指导哈里在模具院中脱下人格面具的一刻 按照戎格的理论 哈里摆脱了被世俗定义的用来掩饰真实自我的表面假象 掌握了一种新的小册子当中崇尚的幽默的语言 去对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话语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 在小说的幻想当中 不断出现一些名为不朽者的 以哥德和莫扎特为代表的形象 对黑赛这样具有传统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来说 他们代表的是德国文化精神领域中不可替代的高峰 让黑赛感到痛苦的是 战争期间 德国军国主义对这类精英文化的扭曲和利用 文化与战争民族主义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这在他看来是对文化的亵渎和莫大的讽刺 在与赫尔米娜的一次交谈当中 哈里犀利的断言 他们每天被灌输 被提醒 被煽动 被搅得不满和发火 这一切的目的和结局就是爆发另一场战争 而下一场战争也许比上一次战争更可怕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非常热心地准备着下一次战争 遗憾的是 黑赛借哈里哈勒尔之口说出的预言 不久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式不幸成真了 除此之外 我们也在小说当中看到了精英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正面冲突 以最明显的音乐为例 音乐在荒原廊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哪一种音乐呢 莫扎特和爵士乐 萨克斯和女高音 他们共同构成了时代的乐章 透过哈里哈勒尔的形象 黑赛成功地记录下一战后为马共和国时期市民社会彷徨困惑 个体意识分崩离析又单于享乐的精神状态 荒原狼出版九年后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才发表他那篇里程碑式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而黑赛或许比他更早地指出了科技将高雅艺术拉下神坛的现象 他一早就预见到了 在碎片化的现代社会中 分裂和对立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 从中催生出一种新的人 他们从旧有的秩序当中被割裂出来 尽管他们也在试图运用这些新的科技带来的机会 从而解放自己 如果他们无法得到自由 至少可以获得一种麻木 黑赛也预见到了 新世纪将要带给我们的东西 一种新的精神状态 一个经济主宰一切 甚至是时间的时代 早在1923年的一篇文章当中 黑赛就曾经写道 文明已经将这田径的田园乐趣之根源掏空了 不久 机器将战胜双手 金钱将战胜道德 理性经济将战胜田园之乐 没有人知道究竟谁对谁错 从这个角度来看 黄元狼也是黑赛的一种尝试 追问在一个廉价伤感为主导方向的大众文化环境下 一个个体的创作愿望能够坚持到什么地步 最后让我们回到小说给个人与时代危机开出的药方 幽默 为什么黑赛把幽默看作拯救自己 甚至拯救这个糟糕时代的唯一方法呢 早在小册子里 他就断言道 在虚幻缥缈的幽默气氛中 所有黄元狼的错综复杂 杂乱无章的理想得以实现了 这种幽默也许是人类最典型最天才的攻击 幽默让他获得了自嘲的能力 并进一步得以从局外人的视角去看待这个时代的疯狂和暴力 但他并没有采用冷嘲热讽的方式 而是抱着对身陷其中的人的同情和期待 他指出了每个人内心嗜血破坏性的一面 又暗示着通过艺术和自我朝解的方式 我们或许能够驯服这种野性 黑赛的幽默当中虽然有荒诞和绝望的阴影 但他同时也指向了古典时期明快戏谑的一面 让笑声为空虚的心灵重新注入灵魂和生气 以此重获对生活和未来的热忱 除了从局外人的角度超脱式的自我朝解 黑赛又为我们指出了另外一条可能的出路 以幽默打破个体与社群之间 既渴望归属又难免疏离的矛盾关系 在看似压倒性的外部力量面前 获得遵循自己本心的力量 寻求新的精神气息之所 正是因为这样 黄元朗才会在出版90多年后 依然不断地焕发生机 指导着更年轻一代的读者们影响生活 好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期内容里的知识要点 一 黄元朗是一部深陷时代变迁与个体危机的 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自传 通过三个视角不同又相辅相成的部分 深入探索了世界纷争背景下个体自身的困扰 以及与外部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 二 小说反映了黑赛这一时期的精神危机 和战争留下的时代创伤 却不止于悲叹和自怜 而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 引领读者进入了一个精神和梦境的世界 探索梦境和意识中蕴含的创造性力量 试图以写作去寻求解决个体危机与时代顾及的方法 三 小说把幽默看作帮助人类 在一个彷徨时代重获信仰与希望的唯一途径 使其在获得自嘲能力的同时 得以从局外人的视角去看待这个时代的疯狂和暴力 让深陷个体与社群之间矛盾困局的人们 找到一条可能的和解之路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点击